那这个药在我们国家上不合法了 不合法 那么我们要救命啊 谁来救我们的命 不吃你命也保不住 那只要选择买印度人 那只好被返了 这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原型故事 神患白血病的陆友 为病友带买更加便宜的印度药 却被认为是销售假药 被捕后 病友们纷纷为之求情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 现实中的药神陆友 2018年 徐征的《我不是药神》上映 无数人奔着笑一笑的目的 去看这部电影 却没想到 在电影院哭得是鼻涕一把 泪一把 大家都被电影中 程勇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 而程勇的原型人物故事 远比电影来得更加感人 陆勇是个民营企业家 在无锡经营一家真制品公司 陆勇算是加紧殷实 再加上自己努力奋斗 年纪轻轻就大有作为 生活原本很美好 可2002年 陆勇却不幸患上了白血病 医生给他开的是瑞士的格雷味 这款药虽然能抑制病情 但是价格却贵得离谱 一个月就要花费24000元 而当时北京二环以内的房价 每平米大概也就4000元左右 一个月的药价 就足够在北京二环内 买下5平米的房子了 这样的价格 别说在2002年 就是放到现在 也会让很多家庭望耳却步 陆勇虽然加紧殷实 但依旧经不起这样的花销 他坚持吃了两年的正规特效药 虽然病情得到了抑制 可他的家底也快被掏空了 于是 他开始寻找 哪里能找到更便宜的药 在这期间 他也认识了许许多多 和他一样的不幸患病的人 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 分享信息 2004年的一天 陆勇在逛论坛的时候 发现了一位韩国病友 说在印度有价格更低廉的特效药 陆勇便寄了下来 时刻关注这位韩国病友的反馈 这位韩国病友后来表示 他在印度买的药 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效果却和正版的药 没有太大的差别 于是 陆勇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托人在印度 帮他购买了一个月的药量 而这一个月所需要的花费 仅仅只有4000元 虽然价格依旧不算便宜 但是相较于正版的24000 这个价格会让很多的人 有机会接受治疗 而陆勇在吃了一个月之后 发现这个药 与正版的药的药效几乎相同 于是 陆勇便决定以后都从印度买药 他知道 这是违法的行为 但是如果不这样 他很快就会因为吃不起药而送命 做好这个决定后 他根据药盒上的信息 找到了印度生产这种药的厂家 直接从厂家这里购买 还能便宜1000元 就这样 陆勇的经济负担一下子小了很多 可陆勇身边的病友 却陆陆续续因为买不起药而离开 有很多人确诊之后 因为昂贵的医药费放弃治疗 陆勇的内心非常的挣扎 他不想看到那么多鲜活的生命 饱受病痛折磨 最后含泪离开 但他也十分的清楚 一旦自己帮助大家从印度购药 这就从违法变成了犯罪 可他想到发病时的痛苦 他还是决定 将自己能够买到便宜药的消息 告诉病友们 他是真正的药神 帮助身患白血病的病友 从海外代购低价抗癌药 然而这类药却被认定为假药 陆勇也因此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陆勇自己购买了印度的低价药来吃 却有效果之后 他便开始在病友群中分享自己的情况 他还会晒出自己用药之后的身体检查数据 一开始病友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因为价格差距太大 也怕陆勇是在给印度厂家打广告 从中谋取暴力 但是渐渐的 也有人开始相信陆勇 联系陆勇寻求帮助 陆勇会告诉他们 该怎么联系印度的厂家去买药 也会告诉病友们 该怎么躲过海关的检查 不给自己惹上麻烦 只要有人来问 陆勇都会毫无保留的告知他们 随着相信陆勇的人越来越多 病友群里的反馈也越来越多 联系到陆勇的人也多了起来 起初 陆勇只是将购买方法告诉给病友 让他们自己去买 这样即使是被发现 也只是违法 但并不构成犯罪 可即使3000元的药费 在当时对于很多一般的家庭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于是陆勇为了能够将价格打到最低 他亲自去了印度 找到厂家和其谈判 他会统一从厂里定药 这样价格就能更低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果然因为购药数量增大 原本一盒3000元的价格 直接降到了200元 这样的价格 普通家庭也能够承担起来 所以 托陆勇买药的病友 一度达到了两三百人 因为每次购买药物的量都比较大 所以转账金额也会很大 为了不被察觉到汇款异常 他专门去网上 匿名购买了三张信用卡 其中一张寄到印度用于收款 另外的留在国内用于汇款 几年间 陆勇一直都通过这种办法 帮助病友们买药 他也从来没有赚过一分的差价 但是在2013年8月的时候 他却被阮江市公安局逮捕了 原因是警方抓获了一个银行卡贩卖团伙 而陆勇因为曾购买过银行卡 犯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而警方在抓捕陆勇之后 还发现他定期都会向印度汇聚一大笔款项 宣问之下 才得知他是帮病友们 从印度购买价格更低的特效药 然而按照当时我国对于假药的定性 凡是这种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进口药 哪怕是正规有效的药物 那也会被认为是假药 而他帮忙买假药 就触犯了销售假药罪 2014年3月 考虑到陆勇的身体状况 他被取保后世 同年7月 他被以销售假药罪 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两项罪名起诉 并于11月开庭 但是这时候陆勇病发 便升起了延期 当病友们得知陆勇的情况后 纷纷的为他打抱不平 毕竟陆勇无论是购买信用卡 还是售卖假药 这两项罪名 都是因为他要帮助大家 他这是在救人啊 在病友们的心中 陆勇就是真正的药神 于是大家自发组织起来 决定为帮助陆勇 尽自己的一份力 身患白血病的陆勇 为病友带买硬度抗癌药 却因销售假药罪被逮捕 病友们得知后 联名上书请求法院清派 最终的结果如何 在陆勇因为销售假药 被捕的日子里 病友们在讨论着 该如何帮助这个 给了他们生的希望的男人 最后 他们决定联合所有病友 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 最终 有一千多人在联名书上签字 每一个名字 都承载了大家 对陆勇的祝福和期盼 每个名字都在诉说着 陆勇为他们的付出 这件事也被媒体进行了报道 在2015年1月10日 还在等候延期开庭的陆勇 飞到了北京 飞到北京并不是陆勇想逃 而是准备来接受媒体的采访 可刚立下飞机 陆勇正准备和两名 一起前来的朋友出机场 就被北京的警方再一次逮捕 因为现在的陆勇 已经上了网上的通缉名单 他的两个朋友还说 他们本来一起走 却没想到走着走着 发现陆勇不见了 回头一看 陆勇已经被警方扣下了 随后陆勇又被押回了阮江 而此时阮江市检察院 也收到了一千多人 联名上书 请求无罪释放陆勇的请愿书 于法陆勇确实违法 但是于情 陆勇却拯救了 数以千计的白血病患者 而且陆勇售卖的所谓假药 只是因为没有国家批准 这个假药不仅便宜 还能治病 本质上来讲 陆勇并没有害人 相反是在救人 又有这么多人联名请求 还有什么理由再判他有罪呢 所以1月27日 阮江市检察院正式向法院 提出撤销起诉的请求 原本这样的请求 应该需要几天进行商讨 最终才能裁定的 但是法院在收到撤销申请的当天 就批准了检察院的申请 事后 有人说法院只是畏惧舆论 而做出的短暂妥协 但是检察院随后就发表了一篇声明 表示进口未经国家批准的药物 只要数量不大 且购买人是出于自救 或者互助原因的 以后都不会被认定为犯罪 而在陆勇的案件过后4年 也就是2019年 我国对于假药的定义 也有所改变 删除了未经国家批准的进口药 按假药论处这一条 并且 在陆勇案件过后没多久 我国也将格列位列入了医保范围 陆勇以一己之力 推动了法律和医疗 两方面的进步和完善 他虽不是药神 但却胜死药神 人得失败了 并且购买了